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出户是天下 你不用出户啊 你在观察自身的东西 观察内在的大道 可以知道天下 不亏有见天道 不用看窗户就能知道天下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强调向内看 所以《道德经》里还有这样的话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就是外界的认知越多 大道损伤越多 所以大道啊 在这个《庄司》里面 它是一种浑浑顿顿的状态 无分别 无计较的状态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话 对我们理解《老子道德经》里面讲的 《大道》是无状之状 无物之相 是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 是有帮助的 所以老子说呢 虽然说《道德经》啊 这个《大道》是看不见 摸不着 抓不到 是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呢 它还确实存在 就是你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但是呢 你一旦抓住了大道 就可以驾驭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 所以叫《老子道德经》说 知古之道 以欲金之有 能知古始 视为道计 什么意思啊 能够抓住大道的根本 这是什么呢 大道的纲要 所以我们体会大道的根本性啊 它也反映在大道的混沌一体 不可言说 所以呢 我们把握大道的这个特点 能够把握 这叫什么呢 这叫威名的状态 什么叫威名啊 看不见摸不着的 暗中的一种智慧 叫威名 所以《老子道德经》啊 第36章 对这个威名就有解释 它是怎么解释威名啊 它说 这个威就是看不见摸不着 名呢 就是智慧 看不见摸不着的智慧是什么样的呢 36章说得很清楚 将于西之 必顾张之 想把它关闭 先把它打开 将于落之 必顾强之 想把它削弱 先让它强大 将于废之 必顾兴之 想把它废掉 先让它兴旺 将于得之 必顾余之 想要得到它 先要给它 是为威名 这就是一种威名的状态 这是一种大道的浑然一体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大道啊 它是存在的 它本身呢 有它运行的规律 所以《道德经》里边 它运行的规律讲什么呢 反者导致动 也就是说 大道确实存在 但是呢 它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所以呢 《老子道德经》 在三十六章提出来 柔络胜刚强 所以能够用柔络来战胜刚强 这是国之利器 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武器 不可以告诉别人 所以这个《道德经》啊 把握了这个大道 实际上也就是把握了 大道创生万物的规律 这个所以大道的根本性啊 我想呢 它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就是这个数字 一上面 这个《道德经》啊 在四十二章里面明确提出来 道生一 道生一 道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道生一 就是这个一呢 是来源于大道 有人解释啊 这个一是混沌的一体 有人解释这个一是浑然一气 混沌的一气 一生二呢 一生二呢 有人解释这个二是什么呢 阴阳二气 二生三 阴阳二气和和 而生这个三 有人解释这个三是阴气阳气 加上阴阳和和之气 三生万物 那么从三当中产生了万事万物 所以呢 大道的根本性 体现在道与万物之间是如何变化产生的 所以这也体现在《道德经》啊 讲《大道的根本性》 非常注重阴阳关系 所以《道德经》的四十二章随后就说出来 万物复阴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什么意思啊 万物有阴有阳 然后呢 有阴阳和和之气 才能够产生天地万物 所以这也是大道的根本性的一个特点 怎么样产生万物 这个大道对一的重视 也体现在禅宗里面 这个禅宗啊 大家知道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林木大卓呢 曾经说 什么是禅宗啊 他说禅宗是 中国佛教的老庄化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兰也说过 他说什么是禅宗啊 禅宗是披着天猪袈裟的魏晋玄学 禅宗里面就重视这个一 你比方说这个林济宗啊 禅宗五宗嘛 五个大的宗派 其中有林济宗 林济宗呢 有一个阳祈派 这个阳祈派的创始人呢 就是阳祈禅师 阳祈禅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啊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那僧得一 堪作和用 我得这个一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说 这个大道的根本性 一的特点 是吧 引发了禅宗对万物本源的思考 所以对这个一啊 和道的关系 怎么样体现大道的根本性的特点 值得研究 所以这个一啊 本身也是一个局 像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用一来写诗 这个整个诗啊 全是一字 是这样写的 一江一帆 一余舟 一个余翁 一吊沟 一福一养 一场笑 一江明月 一江秋 所以我们对这个一要认真体会 这个一呢 它和大道确实是连在一起 也反映了万事万物 都离不开这个大道 离不开这个一 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可道和长道的关系 体和用的关系 我想呢 有一个说法 特别能反映 它俩的关系 那个说法呢 叫月印万川 就是一个月亮啊 照在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 那么这个一个月亮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体 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的月亮 可以理解成用 也就是说 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的月亮 都是这一个月亮的显现 这叫什么呢 叫一月普现一切水 那么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的月亮 都是这个月亮的显现 也就是说这个月亮显现为 是吧 一千个月亮 一万个月亮 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 一月射 所以呢 这个一 一个月亮 相当于大道之体 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的月亮 相当于大道之用 那么一千条和一万条河里的月亮 都是这一个月亮的显现 所以说 我们把握月印弯川的思想 关键是要理解 这个一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